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了什么也是我有生以来做过的最难的事情之一 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博主这是一份工作 而且是一份我自己非常珍惜和热爱的工作 我有责任跟爱我的粉丝们讲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先开中不公论跟大家讲 在将近两周之前 一次交通意外 我失去了我已经快要20周的宝宝 现在想起来还让我非常非常的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两星期坐在这里讲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有多么的困难 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视频 大家看完了之后 不要悲伤因为我还是想让它作为一个积极的目的 所有在怀孕的妈妈们你们不要害怕 因为这是一个交通意外 我和大家讲发生了什么 所有被孕的妈妈 我希望这是一个很 对你来说很积极的视频 我今年已经38周岁了 你知道我这次怀孕是一次就中的 即便是在发生了不幸之后 医生还来跟我说 因为我一直以来坚持clean beauty 纯净彩妆 还有吃补剂的这种习惯 我的生育系统比同龄的人要年轻很多很多 他说我不应该有任何问题再次怀孕 所以这是给那些还在备孕中的妈妈们 一个很好的消息 你年龄是一个数字 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身体 才是决定你身体是几岁的 你身体年龄的最关键的因素 还有那些很年轻都没有想到 怀孕跟你有任何关系的女孩 我希望这个视频 也能给你带去非常正面的影响 我想跟你说的是 年轻的女孩子 包括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都不知道 我们每个人的人生 都有我们必须经历的劫难 不管你是谁 谁都一样 但是你人生最后的道路 却取决于你如何对待自己 必须经历的这些劫难 我希望你在看完视频之后 能够知道 不管是你已经经历了 还是正在经历 还是以后也会经历到 什么各种各样的 我们生命当中的这种 大大小小的上上下下的祈福 我希望你知道 人生永远要向前看 好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下 发生了什么 很有意思的是 小空中让的粉丝 可能知道我在4月初的时候 不停地在找英国签证 办理的时间 英国签证需要多久 我其中给几个粉丝留言 他们还回答了我 还说你是Tracy吗 我们私信聊了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我们全家 大家都知道在4月份的时候 是要去伦敦的 然后其中 翠爸翠妈 还有阿姨三个人的签证 一直都没有办下来 因为由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他们大量的来签批 这个乌克兰难民的签证 这是他们使馆的解释 就造成普通的这种探亲签证 旅游签证的周期加长了 那以前是两到三个星期 现在我们等一个多月了 还没有消息 我们后来知道已经被受签了 但是还没有拿到手里 到我们临飞伦敦的 就是飞奥伦敦 我们是当天晚上的飞机 那天早上我们收到了消息 说他们的签证下来了 可以去取了 当时我们真的很开心 所以那天早上崔哥就说 我去给他们赶快把签证取回来 然后我们在家里收拾东西 我在想娃娃要飞这么长时间 去伦敦的话 我很想给她买点吃的东西 零食在飞机上吃 我说我顺便溜达一下 去门口的711 去给她买点零食 她喜欢吃那个pocky什么的 非常不幸的是在回来的路上 我被一辆自行车撞了一下 当时撞的不是特别严重 所以我也没觉得什么就回家了 因为我当时就真的觉得不是很严重 可惜在那天下午的时候 我就开始流血 到医院才知道宝宝出问题 那经过几天的我们试图挽救 但是医生最后说因为宝宝太小了 他只有不到20周 所以医生不建议 他说如果继续坚持可能会造成感染 对宝宝的成果就是能够继续健康的长的几率也很低 所以就全国放弃了 那最后就是当天晚上 当然没有人飞去了伦敦 因为我出了这件事 我到现在在想的时候 还觉得好像是一场梦 我在千百次的想 为什么有的人 我在不停地在小屋上看 他被一辆车撞出去十几米 还没事 那有的孕妇可能 帮你个种东西 宝宝就没有了 这个真的是 医生就说是很难讲的 就像一个人被什么车撞了一下 你说他会很严重吗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难预测的事情 在之后的 那之后的这些我失去宝宝的细节 我现在真的还没有做好准备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一天我会呢 有一天我会跟大家分享这些细节 如果你愿意听的话 总有一天我能够稍微平静一点的跟大家讲 更具体的东西 但是今天我只想跟大家说一说 每个人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件事 就是你在遇到突然间的打击 还有人生在遇到种种不顺的时候 你怎么样开导自己 尽量的从这种不幸当中走出来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不要责备你自己 也不要责备任何人 因为意外这种东西 有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一个人的人生嘛 它就算再顺利 也会有我们必须经历的劫难 你知道我这次产检实际上是一路绿灯 我回到新加坡是11月17号 我自己算了算排卵的日子 但也没太认真 在12月20号我就发现我怀孕了 然后当时都觉得 哇怎么会一级就种 我已经38岁了 一路绿灯 在后来我们很快 在七周的时候看到了胎心胎压 把我发展发育的非常好 十周也发育的非常好 那个时候我就做了无创 我做的是美国那个Panorama的 无创那个plus 就是把查所有的DNA 查最重要的那三种的那个染色体 然后再查微染色体确实最 当时我还选了一个最贵的 这是1500新币 大概7500人民币 这样最贵的那个package做的 然后全部都是绿灯 都是低风险 然后我们也知道了 这个宝宝是一个男孩子 然后之后的产检也非常非常的顺利 但是我真的想不到会 因为这样的一个意外 这么一个小概率的世界 会失去我的宝宝 最难受的一件事情是 很多的人可能 在面对这个 这种不幸的世界的时候 它是一个小范围的消化 但是作为我 我还要提起勇气 在全世界面前 揭开上班来讲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 是不是所有人能都跟我感同身受 但我知道所有的妈妈都可以 我不停在看小龙书的时候 看到他们说的一句话叫 儿来一城 你念一生 有的时候这种痛苦 是没有任何其他一个你身边的人 能跟你感同身受的 包括 包括你的老公 那我很幸运 我的家人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我 爱我和疼爱我 没有人觉得这是我的错 大家甚至觉得就是意外就是意外 但是对于我来讲 我真的就很希望这是一场梦 我醒完了之后一切都还好 但是 现实就是现实 我在想 我看到很多小龙书有的宝贝分享 说他出现这种意外之后 他不想回去上班 因为他不想面对同事 其实在二十周 我快五个月了 怀孕 那如果 普通的宝宝的话 那肯定是同事是会看出来了 你已经知道了 他说他没有勇气去面对 但是我想 除了给这些宝宝一个大大的拥抱之外 我想告诉他 其实能去面对就是第一步 没有人会认为是他的错 也没有人会去judge他 因为意外真的是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我们所能做到的是不要归咎于自己 而且一定要向前看 你可以伤心 我已经 我已经哭了太多次了 就是我都不想再 我原本以为我在镜头前不会哭了 但是去哭吧 把你内心的这个伤感 哭出来 我觉得整个的过程对身体上的那种疼痛都已经可以被忽略了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狠的人 我对疼痛实际上忍耐力是非常高的 生娃娃的时候我宫缩到一百几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的 所以身体上的这些伤痛对于我来讲都是暂时的 但是心理上的伤痛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来愈合 但是我知道任何人都帮不了你从你的悲伤和忧郁当中走出来 只有你能帮自己 我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信条就是我不会把精力 花太多的精力 花在我不能改变的事情上 我要花精力时间和努力在我能控制的事情上 我希望这件事也给很多很多 在经历自己生命中不顺心的事的宝宝 一个启示 永远把时间精力和努力花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 只有这样人生才能向前走 而且每个人的人生不管你是谁都会遇到坎坷 我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讲 其实在全世界面前讲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 但是我在想啊 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博主 我从事的这份工作就是以分享我自己的私人生活和隐私 给大家把我所有的粉丝当作家里人一样 因为如果是发生在你身上或者你是一个不是从事于这种 不是从事于像我这样工作的人你可能就会在家里把这件事消化掉 那现在我要我要在全世界面前把这件事消化掉 虽然很难 但是我知道这是我工作的一部分 那我既然是一个把自己的私生红放在网上 愿意把所有的看我视频的宝宝当作家里人 那我就需要跟大家分享 我最痛楚最隐私 绝对是我医生当中现在经历最痛苦的一件事 但是我之前说过了 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不管你是谁 从这件事当中看到一些你在遇到突然的打击和绝望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走出来 如果你问我我走出来了吗 当然当然还没有 因为时间还很短 但是我知道我会的 因为已经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不能被改变 我所能做到的是掌握未来 我也不能掌握未来 百分之百可能会发生什么 但我知道我会努力把未来朝我想走的方向去努力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的是保护你的健康 女性在回孕的时候 你真的是一个非常脆弱的这么一个存在 而且真的真的保护你自己生殖系统的健康 我看很多宝贝们分享他们这样的大月份的流产经历之后 都会有的人就肯定说 一部分人是很快很快想再怀疑把孩子接回来 那另一部分人可能就害怕了 就觉得 我真的都不想再要了 不敢再要了 那对于我来讲 你可能会问我我是哪种想法 我之前对于生二胎实际上是一个不是很 就是我觉得很好啊 但没有特别强的这种欲望 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反而有特别强的欲望 我觉得我会尽量我最大的努力 很幸运的是医生跟我说 虽然我今年38岁了 但是生理的各方面检查出来的血脂也好 荷尔膜也好 都要比我实际的年龄年轻很多 所以他说 You should have no problem getting pregnant again You should definitely do it 这个是我的医生这么跟我说的 那我自己也充满了信心 但是我在这里跟大家说 我可能如果说在未来 我能够幸运的再次怀孕 我可能很久很久 都不会跟大家先分享了 因为我觉得这也是我有点像PTSD 就是那种战后创伤吧 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自己来消化这件事情 可能就不会把所有的过程都很快的分享过来 但是如果我有幸再次怀孕 再次成为母亲的话 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把我所有做出的努力 都分享给你 我也希望你们跟我一起 不管你是想不想成为母亲 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 保持我们的生育能力 实际上也是身体机能健康 身体机能年轻的一个重大的标志 我不会改变 这更加增强了我的意念 我一定要坚持用所有的护肤品 都是clean beauty 都是纯净的 我一定把所有的彩妆都换成纯净的 我一定把所有的日用品 家里什么洗的穿的这些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用最纯净的 把化学物质对我身体的影响降到最低 同时我会大量补充 所有保持生育机能 和生殖系统健康的这些补迹 我一定会坚持 我也希望我的坚持和努力 能够在不久的将来 给我带来好消息 今天的视频可能逻辑会比较混乱 但是我也希望大家能理解我 那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会回来 从现在开始我会恢复我每周的更新 我可能不会回答太多 就现在来讲 我现在可能不太愿意再讲这件事情过多 但是我会把所有的精力啊 和保育的精力都放在备孕上面 恢复身体恢复上面 你知道我 在最难受的时候 手术以后最难受的时候 我都是一边哭一边努力的在吃东西 大扣大扣的吃饭 因为我知道 心里再难受 我也要把身体恢复好了 因为身体恢复好了 才能继续我的目标 所以我也希望给所有那些精力不顺心的保卫们 告诉你们 再难受 也不要再去伤害自己 本来就已经受到伤害了 或者聚弱了身体 一定要想办法把自己 从抑郁和失败 和打击的这种痛苦中解救出来 因为没有人能帮你 只有你可以帮你自己 如果你遇到同样的经历 或者说相似的其他的不好的经历 欢迎你们留言给我 我们来互相倾诉 互相帮助 互相支持 我们一定可以走出来 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可以非常平静的心 以一颗已经被治愈的心 来聊出来 我们经历的这些小劫难 无论如何 希望宝宝们保持乐观的心态 生活一定要向前看 只有坚强起来 自己走出来 才能让一切变得更好 OK 那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爱你们 你们都是我的家人 希望所有所有所有 准备怀孕的 还是已经怀孕的 所有的妈妈们 都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的生下宝贝 也祝愿天下所有的宝贝 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拜 感谢 worldvie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